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高血压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 上了年纪的老人会非常认真地去吃药控制血压 但是很多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血压都是满不在乎的态度 认为只要自己还没有出现不适的感觉就不需要去控制它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 平时我们如果有偶尔的头痛、头晕、头胀、心慌、呼吸困难、容易疲劳等等 就已经是高血压在对我们造成影响了 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 那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症状 但是突然就发病了 严重的话还会并发心脏衰竭、冠心病、脑中风等等 那不知不觉之间可能就会夺走一个人的生命 当然了血压升高并不一定就是高血压病 但是血压升高到了一定的程度 它也会对脑血管、心脏血管、肾脏血管等等 我们全身的动脉血管都产生很大的冲击还有影响 今天李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金刚指降压法 这是我的一位推拿师朋友家宗祖传的降压法 非常的简单好学 而且效果显著 那血压高的 还有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血压高的朋友们 平常都可以多练练 对于预防高血压、稳定血压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练习金刚指降压功 首先我们伸出自己的左手 把左手的大拇指点按在自己左手小指的指根部位 然后用力的从指根搓到指尖 从小指的指尖再搓到无名指指尖 中指指尖、食指指尖 之后从食指的指尖向下搓到食指的指根 再到中指指尖、无名指、小指的指根 这样为一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慢慢的一圈一圈的去搓 不要心急 拇指要稍微用力 好 换另外一只手也是一样 从小指的指根开始 到指尖 中间你可以让手指稍微的弯曲一点 来配合我们大拇指的轨迹 左右手交替练习 二十到三十次为一组 或者是您可以双手同时进行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手指不太灵活 配合的不太好 做不了几下 大拇指就开始变酸了 这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慢慢去做 刚开始你可能转上十几圈 甚至是三五十圈 你就会觉得手心这里出汗了 其实重点就在于我们手心这块能够练出汗 你可以左右手交替 或者左右手同时 但是方向不要错 那为什么我们练一会儿 手心这里会出汗呢 在掌心这里实际上 它是心包经上 有一个穴位叫劳宫穴 劳宫穴就是我们握拳的时候 中指下方这个点 就是劳宫穴 劳宫穴能够排除我们心脏内部的毒素 我们在经常练习手指降压操的时候 其实大家看啊 我们的掌心劳宫穴也在不断的运动 能够不断的排除毒素 你可以摸一摸这个汗 出了之后它是黏黏的 它跟一般我们因为热出的汗是不一样的 你会感觉到它是从掌心浸出来的那种汗 黏汗和一般的汗是有区别的 黏汗是我们心脏里 包括我们身上的一些毒气 所以呢 常年去坚持它 做这个动作对于我们血压的调节 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好学 大家坐着没事的时候就可以练一练 不限时间长短 您有空就这样转上十几次 几十次 甚至是几百次都可以 那之前李老师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自己经常用的反射区降压法 有的朋友呢都给我反馈说 这个效果非常不错 坚持了一个月之后 血压有了明显的下降 大家可以配合着跟今天学习的金刚指尖压法一起练习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甩手的锻炼动作 它非常的简单安全 而且呢可操作性是很强的 比较适合高血压的人群来练习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甩手的动作 就是每五次我们下蹲一下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好就这样前后甩臂啊 然后每五下轻轻的下蹲一次 在甩手的时候呢 我们用力的时候啊 是我们抬手臂的时候 用力比较大一点 可以用到你自己七分的力 在回手的时候 用三分力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回手的时候呢 更多的是依靠身体的惯性 把手臂甩到后方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还要去顶弃自己的一些 撕心杂念 一些胡思乱想 一些念头啊 让自己尽量的能够心平气和下来 去感受一下 在甩手当中 自己双手双臂 以及身体的一些感受 在甩手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牵拉和运动 双手双脚的12条经络 那么使得他们受到刺激 而做一些伸缩的运动 这样呢 能够增强身体的血液 在我们体内 甚至是在我们毛细血管的循环 直至人体的末梢 在气血的这种 快速的流通的作用下 一些坏死的细胞 包括我们体内的一些垃圾啊 就会被排出去 好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在这个甩的过程当中 好像你全身的血液 都在向手掌流动 那全身的肌肉呢 都在变得松弛 而且这个重心啊 随着你自己的动作这样 来回的移动 那么人体就是咱们为了保持平衡 你的脚掌 其实也是在地面上 在前后的踩 脚掌用力 脚跟用力 在来回的踩 那脚掌的穴位呢 也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按摩 所以血液也会加速顺畅流通 那双手双脚都会变得热乎乎的 这个动作呢 我们每天的早晨或者是下午都可以练习 但是在你自己刚刚吃完饭 很撑的时候 或者是肚子感觉很饿的时候 不要练习 现在啊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高血压的患者 但是呢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我们身体有一个穴位 就是人体自带的降压穴 每天呢 只需要按揉三分钟 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 这个穴位就是取持穴 今天呢 大家要把它记下来 告诉高血压的家人 我们先来找一下取持穴的位置 取持穴呢 位于我们肘横纹的手背的这一面外侧端 在我们取持穴的时候呢 把自己的手臂弯曲 这时候在我们肘横纹的纹头处 尽头处啊 肱骨的外上踝内圆 这有个凹陷处 就是取持穴的位置了 两边的取穴方法是一样的啊 它们的位置是对称的 我们找到左边就能找到右边了 找到取持穴之后呢 我们再来敲打取持穴 首先把我们左边的手臂弯曲 右手的手掌摊开 然后呢 用右手的手掌的小指的这一侧面 来敲打取持穴 你可以用自己小指的指关节来敲打啊 连续敲打一百次 再来换左手 敲打右边的取持穴 连续敲打一百次 敲打取持穴之后呢 我们再来按揉取持 首先还是把你的左手臂 微微的弯曲 找到取持穴 用右手的拇指 按压在取持穴上 其他的四个手指和你的手掌啊 包裹住你的手肘的部位 然后拇指 用力的按揉取持穴 会出现非常明显的酸胀以及痛感 连续按揉两到三分钟 然后再换另外的一只手 每天在上午的六点到十点 以及下午三点到五点 这两个时间段啊 是高血压发作的一个高峰期 往往在这两个时间段 血压最容易波动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 大家就可以选择在这两个时间段 多揉取持穴 可以帮助我们来平稳血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耳朵上面的一条降压钩 平时有高血压问题的人群 可以每天坚持按揉这两边的降压钩 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平稳血压的作用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在耳朵的背面有一条小钩 两个耳朵都有 大概呢就是我们平时戴眼镜的时候 眼镜腿会架在这个地方 用手去一摸 能够非常明显的摸到有一条钩 在前面呢是有凸起 那么在耳朵背面呢 是有凹陷的这样一条钩 就是降压钩 它是一个降血压的反应点 我们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 捏住耳朵的上半部分 用拇指啊对准耳背的降压钩 然后从上往下 沿着这条降压钩的走势 从上往下连续揉三十下 每次都是从耳朵的上部往下走 这个力度不用过大 以感觉到耳朵微微发热为度 就可以了 左右耳朵呢可以同时进行 那么每天呢可以按揉两到三次 我们不限时间早晚都可以 这条钩呢对应着我们人体的脊椎 那我们知道脊椎神经会联系到身体的各个脏腑 按揉降压钩呢就相当于是在间接的刺激脊椎神经 全面的调节和调动身体各个脏腑的气血 所以呢就能够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而且呢我们也不用担心 按揉降压钩会忽然之间把血压降得过低 发生危险 那是比较安全的 不会出现突然降压的情况 我们长期坚持呢是可以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的 如果平时有血压高 同时呢还有这种头面部的烘热 头晕目眩耳鸣这些阳抗的问题 我们在按揉了降压钩之后呢 可以再用手指掐一掐耳尖 耳尖就是我们耳朵上的最高点 它可以起到轻头面部的热 也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 用食指和拇指掐住耳尖 向上提拉一下 放松 连续掐30次 平常头面部有上火的情况 也可以去掐一掐耳尖 高血压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慢性病 但是呢我们不能忽视它对身体的危害 高血压呢会让我们的血管变厚 变硬化 造成冠状动脉挟窄 脑血管破裂等等有危险的疾病 那么家人如果有高血压 一定要注意控制饮食 控制体重 坚持锻炼 保护好心脑血管的健康 那今天这个耳后的降压钩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